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昨天晚上在澳洲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里 记者巴特里特揭露了澳洲垃圾回收的谎言 他的调查显示 澳洲大部分的塑料垃圾根本没有再利用或再循环 而是被倾倒掩埋甚至烧毁在东南亚的非法处理点 过去20多年 澳洲的塑料回收业一直依赖中国 但从2018年1月中国不再接收澳洲的塑料垃圾之后 成吨的混合塑料就堆积在澳洲回收公司的院子和仓库里 并没有基础设施或资源对其进行再加工 塑料回收企业Plastic Forests的创始人 兼所有人或其呼吁政府和监管机构 加快步伐拯救澳洲回收业 以免为时过晚 根据澳洲人口研究所的调研显示 58%的英语国家移民和56%的欧洲国家移民 赞成澳洲削减移民 对比之下 澳洲本土出生居民有半数赞成削减移民 亚洲移民则只有三分之一投赞成票 从学历方面来看 非本科毕业生比本科学历居民更有可能倾向于削减移民 此外 英语国家和欧洲本科学历移民比任何其他出生的群体更希望削减移民 周日下午 澳洲多地居民开展集会活动 为难民争取权利 在悉尼贝尔默公园 上千名居民聚集在此 响应这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他们手举着带他们来这 支持人性 反对暴行 以及答应难民的标牌 前澳洲足球队长福斯特也到场参加活动 他曾与今年年初成功帮助被关押的难民足球运动员阿拉瑞比重获自由 福斯特向集会民众表示 我们有能力解救马努斯岛和挠鲁岛的难民 难民有权受到庇护 13号下午2点30分左右 一名9岁小男孩在亲戚位于桑福德迪克逊角路的农场屋檐内 骑四轮摩托车突然翻车 虽然经过紧急抢救 但小男孩当场不致死亡 据悉 事发当时 小男孩戴着全封闭式头盔 同一天 西澳一名7岁小男孩 同样死于四轮摩托车翻车事故 西澳警方表示 事发下午1点30分左右 一名7岁小男孩在西南部丁谷普农场骑全地形车 意外翻车导致死亡 根据新州政府统计数据 2018年新州超过600名男婴取名为奥利弗 奥利弗 还有530名女婴取名为夏洛特 夏洛特 自2014年以来 奥利弗一直占据新州年度最受欢迎的男孩名字榜首 而夏洛特自2012年以来 也以5次登顶最受欢迎女孩名字 利亚姆和李奥首次挤进 2018年新州最受欢迎的男孩名字前十榜单 排在第8和第9位 在2018年新州最受欢迎的女孩名字榜单中 哈破哈普从上年的第9位 晋升至第三位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组时政财经简讯 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莲近日宣布 将削减数千个公共服务岗位 其中大部分为后勤办公部门 而新州偏远地区的公务岗位 以及教师 护士等一线公共服务部门的人数 将不会改变 同时他暗示可能会放松悉尼的宵禁法 并称有关工作已经取得进展 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始人阿桑齐 近日在英国被逮捕 十年前 阿桑齐在网站上泄露了 美国政府上千份秘密文件 一旦阿桑齐被美国引渡 他很可能被判死刑 总理莫瑞信已表示 阿桑齐将获得澳洲政府的领事支持和帮助 工当领袖薛顿则称 他已安排自己的发言人 在未来数周内与阿桑齐的团队律师接触 为争取联盟党连任 总理莫瑞信宣布 将对青年及原住民的心理健康服务 增投4210万澳元 其中包括开发数字工具 应对青年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 包括焦虑 抑郁 睡眠问题 滥用药物 自杀及人际关系障碍 建筑业巨头联盛集团 未来几天开始出售它的工程和服务业务 去年 联盛集团因为这些业务 不能如期进行而减少了5亿元的资产 虽然澳洲建筑业怀疑联盛集团 能否找到买家接手 但据悉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和韩国的三星建筑 韩国的大宇建筑工程公司 和日本的驻有建筑公司 都将参与进购 西澳的粉红湖赫特谢湖 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到访 自2014年以来 游客人数增加了三倍 观看粉红湖似乎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大捷拉尔顿市市长斯汀目前确认 已批准了一项建造唐人街的规划申请 地点在距离市中心6公里处的莫尔兹比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澳洲新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澳洲资讯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